我们今天不居住感的条件 是有没有因 因为我们的心是善的 是乱的 善乱心 不去开 极定心就有开 佛法如是 事发亦不留爱 世间圣人留下来的教诲 也是从自信留出来的 所以用真诚心去面对它 古人说得非常好 读书千遍 其一意自见 念上一千遍 意思全明白了 自然明白了 为什么 因为你一千遍 真诚共进 若不是真诚共进心 不去开 像王僧州 经文上有书 你能够持送 三十万遍 王僧州 你就能见父 见到基督世界 有人正干 早年在台北 张林居住 在湖南蔡子 他看到这段经文 他就正干 念满三十遍 没感言 来跟我说 精神交参 我念了三十万遍 为什么没有感言 这个人傲慢 你说沉用沉浸心 念经的时候沉浸心 不念经的时候沉浸心 你没有了 这不可以 待人皆无 没有沉浸心 一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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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静一切都傲慢 不行 不能怪不灵 怪自己 没有沉浸心 为什么过路加 念了三年佛 就能见父 日之时之 站住往生 为什么 他没有傲慢心 他非常欠识 如果沟浸将是个财子 你要三年 三十年 也不会有感言 所以要问 自私自利的心 有没有方向 共高欲慢的心 有没有方向 自己烦恼 贪嗔痴 有没有方向 统统没方向了 张灵居士 我跟他很熟 那些文人习气很重 这是他学佛的障碍 三十万遍往生 就没有百年 阿赖耶诗里头 种了很好的种子 这一生不能往生 来生后世 遇到佛缘 他决定得身减度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跟佛借了很深的缘分 做得到的 就不用了 我跟佛借 我跟佛借 之后 都不用了 我跟佛借 你叫佛借 我跟佛借 我跟佛借